对于给斑马鱼构建的这个生态系统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涛认为 这件事并不简单 而且非常有价值 公主角说是要养鱼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 我们既要保证这个鱼呢 就是要能健康的生存 因为生态系统里它除了有鱼以外呢 还要跟它一起共存的这个 给它提供氧气啊 给它提供这些支持的一些其他生物 我们要保证这两个 由主要这两种生物搞成这个系统 要在这个空间实验过程中 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的平衡系统 张涛研究员介绍说 在这个过程中鱼类需要喂食 系统会有个喂食单元 斑马鱼产的卵将被系统收集起来 未来将由航天员带回地面 供科学家开展下一步研究 科研人员还专门给这套实验系统安装了相机 通过相机实时传输的图像 地面工作人员也可以了解实验的进展情况 第一次我们作为这个斑马鱼 构建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 水生生态系统 如果能够在空间得到一个 比较成功的应用的话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平台 未来给咱们国家空间站 构建一个就是以斑马鱼 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样一个实验 小型的一个实验平台 可以持续地支持以斑马鱼 或者说类似的这种 就是水生生物样品 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么一个实验平台 我觉得可以未来支持 很多不同类型的 以这种生物作为研究对象 这种科学研究可能会非常有价值 感谢观看